陳明哲議員 陳明哲議員 請歡迎 謝謝主席議長 我們的韓市長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事務團隊 這是新的團隊 當然韓市長 他帶領有新的看法 而且會朝向一個很正面 思考一個經濟的體系 當然單獨以高雄來講 經濟要翻轉 的確不太容易 但是你能夠承認這個經濟 我覺得個人是跟你很敬佩 但是有些事情 我以我們的市議員的角度 來觀看 就是早上我們講的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大家知道 習近平等待我們九和一雙紀元的時候 他告台灣同胞說 那時候當然就是 一些都是有政治含義的 最重要的就是他嘗試了九二共識 必須一國兩制 必須一國兩制 所以說 九二共識是一個模糊的地帶 我們的市長在選前的講 也堅持說九二共識 或許是台灣一個 互談的機會 或者怎麼樣的一個交流 當作一個機會 但是我看到了 他用一個框框給我們框住了 所以說我們台灣 以及我們高雄的經濟 台灣的經濟 有可能換來很多經濟 有可能主管不去 這是我們做一個市民 朋友也很多人擔心 那麼我想說 你貸費也很好 你的變財也有愛 在中央的體系 你也當過立法委員 我早上也講過 立法委員我們省的預算 也從來沒有跟北京交流過 所以說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很多通牌的聽到 我說這樣 中央兩點多 我的東西會出來你起敵 怎麼會起敵 你講的誰沒有過去 剛才過去我們的新黨員 我也是選票支持起來議員 我簡單在這裡講 這個通牌的媒體 你受理我也沒關係 中國大陸我也住了很久 所以說我發覺了兩岸的問題 其實兩岸的問題 存在著美國跟中國 兩大國的戰爭 現在影響著我們台灣的問題 中國引導的只是 主導了30% 美國主導的是70% 我敢站在這裡講 我當國民進黨主委 AIT也曾經拜訪過我們 那我們談的 也是很緊急 我相信台灣的問題 剛才這個問題 是希望 我覺得說 我們的韓市長有肩膀 能夠挑起兩岸的問題 來做一個解決 我真的不想 但是也不需要說一個議員 可以在這裡民進黨團 在大家這裡 救救一些問題的時候 下午兩點多鐘 我們統派媒體 就拿我們的文章出來做 來做 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要求我們台灣人民嗎 要求我們嗎 沒有意思啦 所以說 我個人 也很欣賞 我們韓市長的作風 我看到你很光明磊落 敢 往上衝 我也是在期待 期待說我們台灣 我們高雄真的一個大專篇 我議長 所聽的 的韓市長 有一個真正說 給我們台灣高雄人民 大家都 比大頭髮 我議長都一樣 我都學區方工的人 都吃得了 沒有什麼東西 怕死亡 所以說 這個通牌裡面 兩點多就會出來在批評 齊底 我說什麼人沒過去 市長也有過去啊 所以那種過去 就是無意的啊 對不對 有些事情不是人 人都貼起來 就是都很運氣 很好啊 但是當中派文 我們可以求福 經過人選民 大家可以困難 那我們有機會站在這裡 互相來救救 我覺得非常好 很多媒體 今天看電話說 民進黨團 太軟了 今天說的問題太軟了 我說不行 所以今天市長這樣說 我們都要正面 我們要理性探討 一些問題來做解決 我們是要解決 真的高雄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我告訴你 台灣問題 目前中國 是控制30% 美國是控制70% 各位 然後 這裡 現在 如果 裡 看到 疫情 我們要怎麼改變 美國不一定帶我們很多經濟 但是美國帶來我們很多的高科技 中國大陸給我們的很面向 人多 機會好像很多 對不對 看起來錢又很多 又是在亞洲的整體的地位 台灣跟中國大陸是緊鄰的 又不能馬上就脫離 你要例子台灣我講過 你要例子全世界 你要例子亞洲 你要例子亞洲立得起 我們台灣才能夠全世界立得起 所以說你這種挑戰 我們不敢給你太多的指責 我們只有一個鼓勵 我們看你面對的問題 跟他面對的條件 我也跟你打破了 但是我剛才有說過 習老大 你們講的都習老大 他今天寬了一個 一國兩制 你敢不怕 市長你不怕嗎 你了解習近平要有多少 習近平的女兒是誰 你知道嗎 習近平女兒是誰 市長 都不知道 我還知道韓市長的女兒叫韓兵 那習近平的女兒 你也不知道什麼 你們的幕僚 你們加把勁 馬上傳紙條 對不對 就是你不了解他嘛 不了解他當過哪裡的司機 在福建省當過司機 對不對 他了解台灣 他只有 武下台灣 武統台灣 這是最高他們的原則 但是台灣人民 一定會接受 我告訴你 台灣過去 我們從 架武戰爭 建到現在 這個 失去 從那個 架武戰爭 我們在 1895年的時候 清朝 架武戰爭 那時候割讓給日本之後 就沒有 向中國繳過稅 就沒有我們的預算 去給中國省 的支出 將近 要一百三十年左右 所以我們有主權獨立國家 我們經得起 不要看人 不要讓人看稅小 我們台灣就是台灣 我們一段 小孩 我們無法站起來 像我們韓市長的起批 雖然你是 第二代過來的 但是我們很欣賞 因為我 從小讀書 也是跟最親的人 長大的很多 所以我知道 你們都是 很有 講話 真的 有時候我也很欣賞 說我們台灣人 就是這樣 有時候 沒辦法人這麼想說 那你們講的話 有些事情 我們還是撐得 很興趣 所以說 以這個部分 我是擔心 一國 兩制 的框框下 讓我們 失去職權 如果 短暫 換道 換道的經濟 我們 也無法 對後代子孫交代 這是我 以重心腸而為 當然 韓市長 有說過 兩個不要懷疑 你今天有說一下 不要懷疑 台灣人民 追求 民族自由的決心 這點我 你很肯定 這點我 你打一百分 我們台灣 人 每一個人 生活在這個 世間鄉的追求 我們的民族自由 我們的英國 這是一個 我們的 我們的 自由民族國家 所產生的 這樣的一個機率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的 第二點 韓市長的第二個 第二不要懷疑 說的 不要懷疑 共產黨會 收穫台灣的決心 這點 市長 以重心腸說 這點 有時候我聽到 會比較不舒服 我有感覺 我是受到大國 在我強迫 這時候 國家應該來保護 我們人民 所以 我們講這樣的話 對於市長 未來 市政上 好像是 靠著大國 我們來 為了地方 來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 有肩膀 你有 只要有決心 你只要心 是對的 我相信 兩方 他用心去交流 他也會拿到你 拿到我們高雄 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如果 中國能夠給我們協助 我也是要打破了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 什麼人的地方 帶來 上海好 上海好 補充 的生活 我們要支持 但是我們台灣 嚇到現在 很多 我們歷史上的 包袱歷史上的 過程 我要提醒 在習近平 講了 這麼一句 一口兩字 我的確 我要跟你 建議 在這個九二 已經沒有模糊的空間 既然沒有模糊的空間 也就你要很定調 我是要去派經濟 所以我才有說過 我們不要再關閉了 也不要再去嘗試九二共識 他的那個問題了 所以我剛才我早上講了一句話 兩個過去的人 要來創造我們台海兩岸的問題 何必呢 我們要現在那個是二十世紀的人 我們是二十一世紀的人 那我們從二十一世紀來走出來 好不好 我們要二十一世紀的眼光 我們有二十一世紀的字眼 我們不要限制在二十世紀的九二共識 那是不存在的話題 兩個公安會談 講了 最後是由師騎來做發言 發言 而且說他們是講了 也沒有簽連的簽署 如果是一國兩制 過去的我們台灣的香港化 過去香港化 是什麼樣的因素 他要強述啊 他要什麼時候給1997年歸中國管啊 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簽任何的儀式 沒有簽任何的協議 拿來的兩岸的九二共識 這個是我給你一些看法 我說語重心長的位 我希望說市長你聽得進去 如果是一國兩制下的 要求我們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最後他會很團結 他會很團結 他不用團結到什麼 他百分之八十就好了 我相信 我沒有希望說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台灣 極限在這政治的框放下 希望說 市長你絕對有 我提供這樣的看法 你絕對有更好的智慧 去解決我們兩岸的問題 去帶動我們高雄的經濟 這是我要取消 當然就是說 等一下我也希望你說的 希望你來做回答 說到語重心長 當然也要聽我們市長的會議 支援 我說的 兩點的那個時候 中天的節目 統派的媒體 何必呢 這個是高雄的 我們討論的區 那我們施政更好 不用拿去我們全國 給我們做知名度 我覺得有些事情 帶腳枉過正 我感覺要適可而止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我會請教教市長 剛才這樣的一個良性建議 我也聽聽你的會議之言 謝謝 好來 市長刀咧 謝謝陳明澤議員 這些指教 從你的質詢跟你的眼神中 我感覺到你憂國憂民 真的 我也可以強烈感受到 我們的肩膀上責任一樣重 我們都希望高雄好 都希望台灣好 都希望各方面都能夠越來越棒 我想我們這個想法是一樣 只是我們的認同 想法觀念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目標都是一樣 我想這一點你應該不會反對 所以如果說 對意識形態問題 我一直想盡量不要表態 因為我很希望把高雄經濟趕快衝起來 可是你叫我說 不要一直講九二共識 不要一直講一國兩制 不要一直講這些 可是你講的比我多 你從這到尾都在講 我都不講 我盡量不要講 是因為我不想讓高雄市 在執政的時候 太多政治的框架 讓我們的活力各方面受到影響 那你問我內心 我要跟你講 我對台灣充滿信心 台灣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 所以我們李局長在這裡 警察局壓力最近比較大 可是你到先進國家 半夜三進你就不敢出去 你看我們台灣 台灣的醫療又是全世界最好 台灣人民又是全世界最善良 台灣充滿了機會 真的 你只要走遍世界的 你就會發現到 凡是移民在國外幾十年到老 都要回來台灣 為什麼 覺得台灣好 那既然大家台灣人都認為台灣好 我們就要很小心從事政治活動 我們一定要讓台灣人能過得更好的日子 更安全的日子 所以這個想法我一定要報告 我們不要自己小看台灣 很多人唱衰台灣 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其實我一直都高度信心 我認為台灣是全世界最棒的 將來有些事情把它做下去以後就會更棒 這是我的想法 我先跟你報告 九二共識是最重要的定海神針 是最重要的安全變 是最重要的牙倉石 這是我的看法 一旦拋離掉九二共識 我們將會整個前途一片迷茫 我講過好多次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小姐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愛我們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大都愛我們 第三大經濟體 日本愛我們 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可以交往 可以談戀愛 可以喝咖啡看電影 但是不要隨便結婚 這句話是話中有話 這句話是真正對台灣這個土地的關心跟憂慮 陳議員 你要信任我 我愛台灣的心不會比你少一點 只是我們的方向手段不太一樣 還有我們的價值觀不太一樣 我先要把這個講清楚 那九二共識我既然認為那麼重要 就是一中 各表 你說外面怎麼講怎麼講 我堅定的認定 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台灣人民 現在完全沒辦法接受 你的想法跟我想法有什麼不一樣 都是一樣的 我們也愛台灣 我們也愛高雄 我們也愛中華民國 可是 我們沒有不一樣啊 為什麼我們做的想法不一樣呢 那就是你的政治文化跟我的政治文化有所不同 所以我先把這個 先講 我知道你憂國憂民 擔心台灣我也是一樣 可是現在台灣要去哪裡 中華民國不愛 對不對 台灣獨立不敢 九二共識不接受 我們台灣去哪裡 高雄去哪裡 所以我要把這個話的嚴肅性講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歸一個 大家都能接受最和諧 最安全的狀態之下 我承認九二共識 希望你也能夠思考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麼堅定 我覺得這個對未來的整個中華民國 縮小一點 整個高雄 影響太大 我必須跟你誠實的報告 謝謝 來 再兩分鐘 謝謝 我們的市長 你也講得真的很深入 以你的立場 講得很深入 我也差不多猜得到 你50%會講這樣 他說你講這樣是對的 其實以你的立場 現在講這樣是對的 我們與民進黨的思考邏輯 當然我們也期待 你走的路 能夠走出一片光明的天 我們目前來講 會用 只有市政監督 那當然 在這個匡方底下 會如果在主權上 我們會稍微 一定要注意 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兼顧到一個主權 能夠兼顧到的經濟 發展 我是100% 拿手把你勁動 拿手把你支持 那就看你的方法 所以說 今天 我們就叫我們的市長 你也講得很會有資源 你講得也實在話 講實在話的 講出來的 我想你做事情一定更光明的路 我們只有在議會給你監督 我們期許你未來的市政 我們所領導的每一個團隊 我們局處長 能夠認真地向我們的市長學起 真的都坦蕩蕩來做 我們來這樣的一個鼓勵 剛才我講的說 你女兒寒冰 最近曝光很大 那是習近平的女兒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 那你回答一下 過大學畢業 我知道 謝謝 那我想說 未來的 我們的整體 我們就看你的表現 我們會繼續給你加油鼓勵 謝謝 謝謝陳明哲議員 我們共同努力 非常感謝 好 那個 紀理散會時間 剩六分鐘 還有六位議員登記 那是不是六位議員 發言完畢再散會了 有沒有意見 那這個時間 問題先處理 現在紀理散會時間 剩五分鐘 還有六位登記發言 是不是等六位議員 發言完畢再散會了 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沒意見 休息十五分鐘 吼 是的 沒意見 沒意見 不少 戶口